第二百一十四集 砰的一声 楼玄影一脚踹开 玉琴居院子的大门 怒气冲冲地往里闯 楼玄琴在屋里坐立不安 听到院子的动静 更是吓得脸色惨白 手脚抖个不停 她一回身 看到满身怒火的楼玄影跑过来 跌撞着爬站起来 直往后退 你 你干什么 楼玄影上前 揪住她胸前的衣襟 巴掌连着树下 打在了她的脸 啪啪作响 楼玄琴 你还是不是人 玄云是你的妹妹 你待她舒服 就该保护她 可你做了什么 遇到危险 你无耻地推她去挡 自己跑掉 你比那禽兽还禽兽 啊 别别打我 楼玄琴疼得哇哇叫 可不管怎么挣扎 却发现自己的力气和她相比 小得可怜 根本挣脱不得 叶姨娘急匆匆地赶过来 看到自己的女儿 在楼玄影的手中 反抗不得 只有挨打的份 忙扑过来 楼玄影 你要打死我的琴儿 楼玄影手一扬 直接将叶姨娘推了出去 楼玄琴这种坏得 无可救药的人 打死了更好 之前陷害我 将我推入湖中 差点溺死的事 我还没认真跟她算 现在还将玄云害得那么惨 她说着 杨守又往楼玄琴的脸上 甩了竖巴掌 打得自己 手都火辣辣的疼 说到底 楼玄琴的恶行 与柳云娘差不离 真正的相府大小姐 是被她害死的 她现在还祸害楼玄云 楼玄影 住手 你这样打自己也疼 这事交给你爹处理 墨景浩伸手拉住她 制止她继续打下去 楼玄琴的脸 肿得跟猪头一样 嘴角还流着血 被打得力气虚空 后来连叫都叫不出来 楼玄影的掌心 红通通一片 加上脸 被楼玄云指甲划伤 衣裙上还倒了汤药 一身的狼狈 也比楼玄琴 好不到哪儿去 她眼里 一闪而过心疼 却狠心地用拇指 青刮上她的脸 很快就听到 她抽疼地 啊了一声 啊 你干嘛 你也知道疼 这事交给你奶奶和你爹 你别插手了 或影乐剧上药 我不要你滚 她现在很气 她还虐待她 她莫名更烦了 一掌拍开她的手 你想脸上留下疤痕吗 这是我的事 用不着你管 楼承德觉得 整个人都无力了 看着暴怒中的楼玄影 她长叹口气 唉 玄影 你去处理脸上的伤吧 这里交给爹 玄云的事 还要靠你 除了你 她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她也不愿意对人开口说话 你有空了 多劝劝她 楼玄影 似乎感觉楼承德 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也许 她就只对她这个女儿有偏见 对于楼玄云他们来说 她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不能怪她恨上她 她的疼爱从来没用在她的身上 知道了爹 打了楼玄琴一顿 她也发泄够了 现在手疼脸疼的 她确实该回去了 墨景浩将楼玄影带回影乐居 找出了药箱 替她擦脸上的抓伤 药膏抹上 楼玄影疼得呲牙 疼疼疼 知道疼 还以为你根本不知道腾字怎么写 墨景浩话里 虽然是对她的训斥 但动作还是放轻柔了些 才不是 刚才那种情况 我也没办法 想到楼玄云的悲惨 她哀伤地叹了口气 唉 怎么会这样 以后别想着一天到晚要出府 外边多的是要抓你们四姐妹的人 你是说 今晚这事 还是跟预言脱不了干系 应该是 楼玄影皱眉 陷入了深思中 她已经敢肯定 预言中的人是她自己了 虽然她并不相信 自己有颠覆天下的能力 但世人的贪婪 已经蒙蔽了她们的双眼 这样下去 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悲剧 会越来越多 难道 她们就真的一辈子 得躲在人后 药很烫 你身上应该被烫伤了 天儿不在 我替你擦药 楼玄影回神 朝墨景浩瞪去一眼 夺过她手中的膏药 恶声恶气地送了她一个字 滚 发生在楼玄影身上的事 不到一天 就传遍整个皇城 第二天 墨玄明在早朝结束后 突然出现在相府 惊扰了相府众人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楼外清平身吧 墨玄明抬手示意她们起身 看着一脸苦相的楼承德 她叹了口气 唉 悬芸现在怎么样了 提起楼悬芸 楼承德更难受了 回皇上 悬芸她 唉 现在只有悬影问上几句 她勉强能点个头或摇个头 其他人跟她说话 都跟听不见似的 就睁着双空洞的眼 朕已经让田大人彻查此事了 捉住那贼人 一定绝不姑息 谢皇上 相府最近发生的事 已经让楼承德越来越无法承受 皇上 玄云只给七皇子的事 您退了吧 莫玄云正烦恼这事 要怎么跟楼承德开口 没想到 他自己先提出来了 莫胜瑞早朝之前就进宫 跟他提了这事 楼玄云发生这种事 已成为皇城的笑话 莫胜瑞自是不愿意 再将他接进府 死皇子和玄秦的事 皇上 玄秦也不合适 臣没把女儿教养好 是臣的罪过 爹 楼玄云人味道 声音意在厅外响起 他跑进厅来 当看到皇上那一刻 急杀住脚步 差点栽地上去 楼承德看到他 急匆匆的样子 吓了一大跳 玄影 是不是玄云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 楼玄影喘过气来 朝墨玄明欠了欠身 皇上吉祥 丫头什么时候 也懂礼数了 楼玄影撇了撇嘴 对皇上突然来 相府之事感到奇怪 偷偷地问楼承德 爹 皇上来做什么 因为玄云的事 皇上来做什么事 你能管他吗 你跑这么匆忙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 楼承德正急着 楼玄云的事 要不是皇上在这厅里 他现在就想亲自 去看楼玄云了 爹 楼玄影抬头 看了看楼承德 又看向墨玄明 正好皇上也在这里 玄影有话要说 皇上 皇宫暗阁里的预言 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 他对我们楼家四姐妹 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 难道任由有心 篡夺皇位的人 楼玄影 楼玄影话未说完 楼承德就急忙出声打断 楼玄影 你住嘴 难道你还嫌相府发生的事不够多 爹 难道你想让发生在玄云身上的悲剧重演 皇上是一国之君 难道这事他没责任 楼承德气急 仰手就要打他 住手 莫玄明立刻出声制止 楼爱卿 影丫头都长大了 你这巴掌打下去 他可要记恨你的 五年前 朕冲动甩了墨景浩那逆子 他一走就是五年 楼玄影眨了眨眼 从莫玄明最后一句话里 似乎听出了端倪 甚至连楼承德都觉得惊讶 皇上 你五年前打了莫景浩 他不是被你流放边疆 是被你打走的 莫玄明脸上的表情 有些许尴尬 摆了摆手 两个原因都有 情况复杂 不提也罢 很快 他又正了正脸色 恢复了肃然的表情 楼爱卿 暗阁的事 可是你告诉影丫头的 听着他严肃的话语 楼承德吓了一跳 拱手道 臣该死 皇上 这事早就不是秘密了 到皇城里逛一圈 随便抓个人逼问 也许 他们都知道预言的事 莫玄明叹了口气 对楼玄影道 影丫头 你刚才义正言辞 指责阵 没错 我话还没说完呢 昨晚掳走 玄云的采花贼 就是冲着那预言来的 玄云说了 他丧心病狂的 要把我们四姐妹兜 总之 他猖狂地说 天下是他的 他有看到那采花贼的样吗 玄云现在的状态 我哪敢问 他是怕我们也遭不测 才开口的 对了 楼玄秦对他做的事 他有芥蒂 我现在看到楼玄秦 也有抱贬他一顿的冲动 爹 我想把玄云 接回景王府去 让他换个环境 楼玄影跑来找楼成德 就是为了这事 没想到皇上也在这里 才扯了这些事出来 也好 玄云同意了 就带他去吧 嗯 楼玄影点了头 又看下莫玄明 皇上 预言的事 你总该有个对策吧 我们四姐妹 有什么能力撼动天下 现在一出府 就有黑衣人要追杀我们 还有采花贼要糟蹋我们 是等我们一个个 残的残 伤的伤 最后再验证 预言是假的吗 嬴丫头 你该知道 这事 不是朕相信就足够的 如何让天下人 幸福才是关键 世人真愚昧 她无奈地摇头 白手就要离开 嬴丫头 预言的事 你真的这么看 暗阁里的预言 有四句话 你知道哪四句话吗 四句话 楼玄影立刻在心里 莫属当时 玉瓶上摸到的话 六句 果真是不同的预言 预言预照 相府四女中 有一人拥有 精士绝华 与你接触过的人 都看不懂你 就连朕 对你都有困惑 朕直说 其实朕一直都怀疑 皇上 我明明比白纸还纯洁 我除了一张嘴比较刁 琴琴说话样样不通 能有什么才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